又有東西開箱了 但是這條開箱片 應該香港的Youtuber也拍不到這樣 是這樣的開箱 我在幾天前 應該兩三天前 就去了奔寧買了一件東西回來 不是 eBay 賓寧是澳洲最大的五金舖 它大到怎樣 很多地方都有 連鎖式經營 五金舖也做到連鎖式經營 它好像不是只有澳洲有 我記得好像英國一定有 其他歐洲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途途都有 美國沒有 因為美國有很多這類型的家庭 其實都是五金舖 專賣五金舖 帶到整個超級市場 有機會的話就帶大家去看看 那我買了什麼呢 就是它 它其實是一條梯 其實你看到這裡有一條 這條不是很高的 這條大約 它最高的時候 連兩米多 就不夠我 爬上屋頂 那為什麼要爬上屋頂呢 因為這些收集魚水的草 經常會有一些樹葉 塵上屋頂 沙 它不能下屋頂 就形成了上面 就有些好像淤泥一樣的東西 是不是淤泥呢 總之就有些葉 變成了泥土 不知道為什麼 那種子的草就飛了上去 現在是有些草在上面 所以呢 就要想辦法清掉它 所以為什麼就買了這把梯 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就要爬上屋頂了 那 既然這把梯就不夠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把梯回來 那現在要開出來 開一條梯出來 其實都很重的 它都是一些雷梯的梯 即是鋁梯 它說它可以負重120kg 它說它可以負重120kg 120kg的負重 就非常之厲害了 而且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它可以做到這麼多個不同的功能 就是最正常的普通的梯 也可以這樣屈 還有這些功能 就算平時 不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當作桌子用 以一個工作桌子用 這樣 無論是 太難了 噓 太難了 判斷了 真的 安兒 超難了 沒有 放到這樣就可以像一個工作桌子 是穩固的 其實玩它也有點風格 是挺累的 因為它本身也不輕 沒辦法,你住在澳洲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 所以就要買一些工具回來才可以做到 有時候都要自己清掉屋頂 沒錯,你在澳洲這些工作是需要做的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吧,拜拜